我依然很难理解 为什么你一直始终 都不愿意走出家门 不愿意从事新的工作 当时因为我女朋友 博士快毕业了 我想因为她当时 硕士毕业的时候 就是因为提前 没有做好一个准备 等于像没有留在天津一个机会 但是我希望她在 博士毕业之前能够 就是把之前那个硕士 那段时间的一个错误 有个机会去弥补 将于我去帮她做好多事吧 我是觉得先把她的工作 找好了 稳定了 我干什么都行 可是她就找不到工作 我把先发展她作为一个借口吧 可能再自我逃避 生性难道 反正有点难 你道理都懂小伙子 对 是 为什么一直没有迈出去呢 就是对于我 我就说最近这一年状态不好的原因 可能是感情的因素 我可能确实有一些关系 比较造成的 反正有这原因 那跟我们说一说 当时你的感受吧 那个女孩真正选择 要和你分开的时候 你当时什么感觉 我觉得这样对她是最好的 其实 对她最好的 我能理解她 我能理解她 其实可能这也是我希望的吧 那对你呢 对我 我觉得她已经给过我 那么长时间 那么多机会了 是我自己没有珍惜 没择饶感呢这个 这是你安慰自己的话 那你内心真实的感受 难道不难过吗 难过 难过都已经过去了 好东西